如果你想要回答一个问题 叫做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快乐 而且这份快乐能够继续持续下去 那么今天的内容你就千万不要错过 我先谈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有两位学者 一位叫做肯农·薛尔顿 而另外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柳波莫斯基 那我们知道柳波莫斯基 是研究快乐这个领域的权威 先前我也有分享过他的书籍 他们研究发现 快乐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达到的 希望你听到这边不要觉得太挫折 我们继续听下去 他们的几个实验里面 他们找来最近经过两种生活变化的参与者 第一种变化称为叫做环境改变 指的是整体环境出现比较重大的变化 这一群人 比如说搬家、加薪、买新车 这些叫做环境改变 而第二群人叫做刻意改变 刻意改变指的是他们努力追求目标 或者是展开一些活动 比如说加入社团培养新的嗜好 或者是投入不同的事业 他们请这两群参与者去评估 他们在这几个礼拜里面的快乐程度 结果一致显示 这两种参与者虽然一刚开始的快乐程度都大幅提高 不管是环境改变还是刻意改变 但是那些经历环境改变的人很快就会恢复到原本的快乐水准 而那些刻意改变的人呢 他们的快乐持续比较久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产生了这样的不同 这两位学者他们认为 这是所谓的享乐惯性的现象 那当然也有别的说法叫做享乐适应 就是我们的确可以从新的正面经验获得很大的快乐 不过我们也会很快地适应这样的变化 也就是说你第一次吃到一个很棒的甜点 你会觉得实在是太美味了 然而这个甜点你吃第二次还会觉得这么美味吗 第三次呢 这在经济学里面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边际效应递减 我们的主观感受上是充满的这种边际效应递减的 所以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或者是你的新车 你的新家 你的新衣服 一旦你适应它之后 它在那第一次给你的那种快乐感 那种爽感 很快地就会消失无踪 而很可惜的一点 就是环境的改变 通常它们都会很快地产生享乐的惯性 不管是新房子 加薪或者是新车 带给你那种最初的兴奋感 虽然是很美好的 但这种改变很快地会成为你的日常生活 所以呢 最初的喜悦很快就会消失了 而相反的 刻意改变 通常可以让你持续开心下去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培养新嗜好 可能你刚开始还很陌生 还有点挫折感呢 但随着你越来越熟悉 请问你有没有那种经验 就是刚开始很霸咖 但是后来越来越熟悉之后 成就感越来越高 而快乐感是不是越来越高 如果你参加一个组织 参加一个团队 刚开始很陌生 还有一点手足无措 而后来是不是越来越如鱼得水 如果你展开一个计划 在刚开始还有一种两眼一抹黑的感觉 可是后来你就会渐渐地看到 自己的计划开花结果 而新事业是不是如此 交朋友也是这样子啊 刚开始陌生 而你后来渐渐地发现 这一个人的优点 这一个人能够为你带来的资源 所以呢 不管是投入活动 展开计划 投入新事业 或者是学习新的技巧 这些都会触发我们的大脑 去长出那些新的连结 因为新的经验 因为新的能力 因为新的结果 而这些部分的刺激 就可以避免我们享乐惯性 而延长了我们主观上 感受到快乐的时间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快乐 而且一直快乐下去 你应该要选择的是 刻意的改变 而非环境的改变 其实当我们在看待环境改变的时候 心中隐隐约约的 也是一种很被动的心态啊 我们总希望很被动的这一切 按照自己的想法 到你的生命里 简单来说 是不是有很多人 每天想着发财的梦 而没有真正去做那些 让自己会发财的事情呢 可是那些真正认真努力 去做让自己会有钱的事情的人 他是不是在努力尝试 哪怕是尝试错误的过程 他都见证了自己生命的前进跟改变 然而所谓的尝试错误 然而所谓的突破舒适区 这是一个自然的发生 还是一个必须要刻意的结果呢 我想你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快乐 我想快乐是一个刻意的结果 而如果你想要让自己过好你的人生 好人生也是刻意的结果啊 然而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快乐 我想刻意的起始点 你可以先从学习开始 我的线上课程 过好人生学的最后优惠期限 就在今天 今天晚上过了12点 就没有这个优惠价了 之后我们就会涨价 如果你已经参与了这一门课的学习 很鼓励你 用心地去实践里面给你的引导 然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即使给自己下一个决心 参与过好人生学 它就是你刻意改变的一个起始点 希望你的加入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尤其是今天的最后优惠期限的过好人生学 我们所有的相关课程连结 在影片说明里都有 期待你的加入 好人生是刻意的结果 学习是刻意的起始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